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好吃又好做的美食 一起动手来做吧 今天这个西红柿的做法 相信大家都没有吃过 首先,我们准备两颗西红柿 然后用一个叉子插在西红柿的根地部 煤气召开中小火 利用外叶来烧一下西红柿的表皮 随着水分的蒸发,表皮就会迅速的开裂 不到30秒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给西红柿轻松地去皮了 这个给西红柿去皮的方法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特别地节省时间 现在正是西红柿大量上市的季节 作为家家户户餐桌上常见的家庭果蔬 它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 含有天然的番茄红素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西红柿的热量也是特别的低 深受想要剪脂的朋友的追捧 西红柿还富含着满满的维C 并且含有丰富的蔬果纤维 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剪脂效果 但是今天西红柿呢,我们不生吃 在切好的西红柿丁中,我们加入120克的面粉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了 让每一颗西红柿丁上都裹满面粉 相信这个做法你们肯定是没有吃过 它可是我们家简纸菜单中排列前五的美食 只需要用筷子搅一搅 然后放在一边松弛上15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配菜 准备上三颗新鲜的小白菜 然后把它切成长段 放入盘中备用 100克的海鲜菇,我们也给它切成2-3厘米的长段 它是今天这道美食中鲜味的主要来源 这是邻居阿姨送来的小葱 我们切上两根 葱微十足,特别好吃 把它切成葱花,放入盘中备用 小碗中打入两个鲜鲜的五股鸡蛋 加入几滴白醋去腥 然后用蛋抽把它们打散了 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它的营养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今天是要做低脂的美食 所以我们就只加入15克的花生油 开小火倒入蛋液 等到蛋液凝固,轻轻地搅拌一下 炒成一个非常鲜嫩的鸡蛋碎 加入切好的海鲜菇 海鲜菇的味道特别的鲜美 所以老人小孩一定要多吃一些 对身体非常的有益 翻炒20秒之后 倒入1500毫升的清水 盖上锅盖 大火煮开之后 转小火煮上10分钟 就是一个汤汁浓白 非常鲜美的酥糕汤 西红柿的汁水已经渗透到面粉中 面粉也是非常的软糯有筋性 手上沾上一点清水 就像一个西红柿面疙瘩 放在酥糕汤中煮一煮 要想让面疙瘩更好的消化 我们可以提前做好 放入冰箱中松弛上两个小时 现在开中火 把面疙瘩煮开 用筷子搅拌一下 如果遇到比较大的面疙瘩 可以给它夹的小一些 煮熟之后 放入五克的虾皮提鲜 两克的食盐增加底味 用勺子稍微搅拌一下 再放入切好的小白菜 也可以换成其他的时令的绿色蔬菜 搅拌上十来秒就可以关火了 出锅前来点芝麻香油提香 再来点小葱花进行点缀 这款懒人的西红柿疙瘩汤就做好了 轻轻地舀上一口面疙瘩 有着西红柿的酸甜 而且特别的有嚼劲 低质的同时 也保证着营养均衡和口味 而且特别的好消化 这才是西红柿疙瘩汤该有的味道 品尝着食物的原汁原味 饱腹的同时 快乐的减汁 这个夏天我们一起来收吧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录制大这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关注收藏转发 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